要想彻底消除核武器 首先要彻底消除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不除 世界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核财军 也不可能真正享有和平与安宁 就在最近 个别国家公然宣布 开展具有严重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 这种做法加剧地区紧张 刺激军备竞赛 损害国际核部扩散努力 与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和地区国家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意愿 背道而驰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